DOTA爱电竞爱生活 哈喽大家好 感谢大家收看 要梅西带来的全新一期 DOTA解说视频 在开始的抽奖环节 依旧是介绍一下淘宝店 首先是我的潮鞋店 梅西101.top.com 我的零食店 梅西9.top.com 两个都是梅西的拼音 加上阿拉伯数字 潮鞋店是10 然后这个零食店是9 非常的好记 然后我们潮鞋店 依旧是秋董馆的新鞋上架 特别是这个 也是新上了 我们New Balance的这个鞋子 New Balance的鞋子 相信有很多同学 都一直在等 然后最新上架 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 零食店也是三款 这个正店之宝的试吃 依旧在进行 一分钱的试吃 非常的划算 然后现在来购买的话 也是会送这个蛋卷 然后也是有包邮的这个服务 如果是想要买到 全网性价比最高的鞋子 特别是秋董馆 以及New Balance的鞋子的话 记得去我的潮鞋店选购 然后喜欢边看视频 然后边吃零食 或者是边打高塔 边吃零食的同学 不妨去我的零食店选购一下 400多块钱零食 应该都有你想要的 好的 那马上的话 还是来抽奖 这一次是27页的一个留言 然后是13页的 我们看一下第几楼 22楼 13页的22楼 是获得了我们这一次的 送出的奖品 好的 马上进入我们的发展环节 好的 进入我们的发展环节 还是要说一下 记得大家要在看视频的时候 在我的ID和这个图像面上 点一下订阅 成为我的粉丝 这样一来的话 你是可以获得我的 在中奖之后 可以收到我的私信 才能领取奖品 否则不订阅的话 是没有办法收到私信的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这边 8000楼的时候 依旧会给大家送出这个福利 希望大家踊跃 点击成为我的这个粉丝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我这边的详细的 这个新西兰当中 我的两个店铺的地址 以及这个领花费的这个地址 都在这边有 大家可以过来关注一下 好我们来发展 第13楼的第22楼 也那这样的话 倒置数好了 倒置数 329282726255 从来32928272625242322 这个是刷的呀 连刷了四楼 那这样的话 往下顺延一楼 不落元素 恭喜就位同学中奖的 刷还是这个不好的 你连刷好几条 我一般不会给你发奖的 好 恭喜这位同学 获得我们这期的奖品 希望大家继续踊跃留言 每期都送出奖品 也希望大家去光顾 每期的淘宝店 这期发奖到这边 好的 在视频的开始 给大家首先推荐一下 DOTA女神这款手机游戏 如果你想用手机 玩DOTA的话 是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游戏里面的技能 是和DOTA都一样 然后呢 他把DOTA里的 所有的男性英雄 都化成了 娇媚的女性的 这样一个形象 然后现在玩这个游戏 是有一项 888的一个大礼包 另外一个紫色品质的 可口传长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直接通过 我视频中央的 图片上的二维码 进行扫乱下载 如果扫乱失败的话 也是可以通过 我视频景点的当中地址 去进行下载 另外就是看我视频的 这个同学里面 有大学生 并且现在有论文的检测 或者是查充需求的 这个同学 可以通过我 视频中的这个淘宝店 万方paper.淘宝.com 进入之后 去进行论文的检测 或者是查充 有需求的同学 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的 另外剩下的 就是给大家推荐的 一个这个福利 是第一季的时候 有给大家做过的 金额铁码 送花费的这个福利 第一季是送 这个10块钱 现在是进入第二季的话 送20块钱 现在的方式 依旧和第一季相同 大家通过我视频 简洁栏当中 那一个写着 领取20元花费的地址 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点击我的头像 就可以自动获取这个任务 然后这个任务 就是你进行 金颗天板的游戏 然后杀人和助攻的数据 加在一起 满20的时候 可以领5块钱的花费 然后你继续打 满40 就可以再领5块钱 然后到100的时候 就可以领到10块钱 加在一起 一共20块钱 这个福利的一个好处 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账号 去给不同的手机充值 当然一个账号 只对应一个手机 所以的话 你其实可以用一个账号 给自己充完之后 再用另外的账号 给你的父母啊 家人啊 朋友啊 去充 所以的话 这个福利还是蛮不错的 推荐给大家 大家只要记得通过 我视频简介栏当中 那个写的领取20元花费的地址 进入之后 点击我的头像 就可以了 好的 那讲完了这个之后 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来了 这一期的话 依旧给大家选的 是一场高分的质量局 这一次的话 我本来一开始 想给大家录录一场 这个炸弹人 就之前我录过的 这个天批第一炸弹人的 这个同学的另一场replay 结果那一场呢 是正好韬哥录了 因为前两天给他发了这个replay 结果他录了的话 我就选择重新找 然后在今天新提交上来的 坚持审核的replay当中 找到了这一期 给大家来做 我们现在来看看对线 中路是卡尔对上船长 卡尔对上船长的这样一个对线 然后这边船长是一个圆盾出门 卡尔这边的话 选择了一个法师商包 目前的话还没有去 点自己的技能点 然后看一下中路 看到是这个船长的话 直接选择点了冰球 因为毕竟船长前期 如果是加水刀的话 上来这个消耗还是蛮凶的 果不起来 上来就是一刀水刀 坎第二刀 第三刀 第四刀 哦呦 这个卡尔有点受不了了 只有反身怒点两下 但是由于他的攻击力 实在是差的比较的多 前期只能吃一个闷亏 好来看一下其他位置 这边的话 天灾的一个 狐王来到精卫打野 是空到了他人生 最好的一个幻象符 然后这边的话 应该是准备拉一波双野 看一下他这边 时间 诶 晚了呀 这个刚才应该 他回了一步头 他本来计算的时间点 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他因为刚才回了个头 要多走一步 等下多算一秒 然后这边出来的野怪的时间 晚了一秒 所以没有拉到这波野 来看一下其他线 这边下路是由发条 保一个游鬼 诶 这还蛮奇怪的 居然是由发条 来保游鬼 这样的一个节奏 然后这个出门比较慢的 哈斯卡选择直接TP来到现场 下路的话 哈斯卡如果一个人打游鬼 应该比较舒服 但是有神灵控线的话 但是有这个发条控线的话 这个神灵可能 不一定会那么的舒服 这发条好凶啊 发条干嘛 这发条 诶 发条哥你要干嘛 就是要直接上去框吗 诶 真的框起来了 上去框了硬拼 这个神灵一波 游鬼一看机会来了 上去就是一个地 那这样的话神灵要怂 神灵要怂 虽然前期法球比较凶 但是这个 被游鬼也赶上来 就有点凶 中路又是一波对拼 诶 走位 躲了一个水 这样的话 这个大妖应该是要浇了 应该杀杀不掉的 杀杀不掉的 好来看一下 哦 上路也是站得很凶啊 三条路都是非常的激情 这边的话 被迫兔子也是吃了大妖 我们看到上路是 呃 天灾方的一个 诶 但是下路 有点浇汇的感觉啊 这边是发 呃 伐木机和大牛 打一个兔子和 Puck 这位置 框住 诶 空住 游鬼这个人能A到 这个框有点凶 然后有一个E 有机会能杀 漂亮 这边最后发掉一下普通攻击A出来 收掉了一个斧王 居然下路是禁卫方开始 是拿下一选 然后这边风筝放起 神灵也要死 这 这真的是unbelievable 这真的有点unbelievable 哦呦 中路 中路也干得非常的凶 卡尔刚才又是等了一波 用自己的冰球 呃 回复了一个血量 才把自己的大妖磕掉 成长的第二个E又是没有能够打中 又是一刀水刀 但是诶 老牛那个游走 漂亮 这边急速的你却给上 点人一二三 直接切了三火 直接天火带你走吗 有没有 漂亮 卡尔没有让这个人头跑掉 中路直接切天火拿人头 nice 但是好像这个节奏不是特别的对啊 为什么本来感觉看上去 应该是烈士的 这个静位的优势路 哎 这个怎么缩的跟闹口令一样 就下路啊 静位相对来说 这套阵容感觉线上打 神灵跟死亡这两个前期 线上比较强势的英雄 是打不过的 结果居然拿了一二血 然后中路看上去 一直在压着卡尔的这个 呃 船长 居然是被卡尔反身拿了 这个人头 这前期的开局 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奇葩的啊 也是有点意思 好 下路这边 老牛加速服 怒蹲一波 这个位置 防在挑逗发条 结果发条受不了 优惑上了 又想再来演一波吗 结果谁知道有个牛蹲在后面 一杠F敲下来 这一次优鬼没有上来 神灵边上直接点人 那这样的话 这一次的发条是交调 中路 又开始 哎 这不是跟出门的剧情英文样吗 要闹哪样 要闹哪样 这个卡 这个卡尔勾赢 又是给一个急速冷却 船长想杀 这个E 这个E是被卡尔踩中了 卡尔直接切雷球 这边能不能切出急速冷却 一个大小的天上 Nice 好操作 再减速 那这样的话 直接一下普通攻击 哇 这船长又死了 什么节奏啊 这船长本来中 中路是应该 有一定的优势 可以去打这个卡尔的 结果是两次把自己浪死 下路的发条死完之后 也是看中路形势不对 直接选择了TP中路 这样的话下路约会处于一个挂机状态 这一下的话一打三 你就不要多想了 而我们看一下烈士路 烈士路这边 好像帕克和 我们的DS都混得还不错 目前的话也是 有一定的装备放在身上了 然后这边的 地均四列所 防目机 等级是OK的 然后做了一个零堪 但是装备方面的话 但是血量方面的话 就没有办法了 一直是被压制着的 卡尔已经到达6级 这样的话两个人头路 这样的卡尔 会不会选择 直接做这个 下路 这一次的话 右股应该是贵了 点灯点速 老牛F封路 封住 这个位置还放地 也不要骗自己了 上市上不去的 看一下这个 卡尔的一个出装路线 出装路线 这现在切的是 一伙两兵 一伙两兵 没有看见小鸡啊 老牛 下路鞋子 回家 神灵四级鞋子 发条又继续回到了下路 有鬼 也是 回来 这个位置两个人又想杀神灵妈 好像不是特别的容易 发条这个位置 感觉是追不上了 因为两边都有鞋子 好 追不上了 这个卡尔 前期这么大优势 不买装备吗 下路又是打了 下路变成3v3了 下路变成机型3v3 下路现在是老牛 父王加神灵 这个组合其实前期很强势啊 打对面DS加 这组合也不弱呀 你看 这DS给这个发条 大户套子 这发条又有机会 然后一筐人 还真能杀 你别说真能杀 这个位置刚才老牛抬了个手 发条也是 赶紧向后怂 然后兔子给了个套 给了个奔腾 套子一就是加在身上 他发条这边敢不敢敢于上去啊 上去估计要跟对面换 能换几个的话不好说 卡尔这边小机终于来了 我们看下装备 点金 果然是点金走起 前期大优势 卡尔选择战线发育 当然这也是比较适合这个英雄啊 大家都知道之前 呃 DK的三兵啊 表弟打卡尔的时候 也选择优势路 战线发育 出点金的这样一个打法 所以的话 这一套卡尔的打法思路 也是比较 被现在接受 哎 这个位置又是水起了 怎么说 卡尔这个位置很危险 能不能切出来 又切出来了 又切出来了 这次感觉 好像又死不了 上刚才为什么不直接选择 放船呢 这位置卡尔在等自己的下一个水的CD吗 盲水 盲水有了 中了 漂亮 这次盲水直接带走 而且下路是选择了冲塔 双方又是各路开战 这边的兔子是被神灵点死 然后 神灵完星思双杀 呃 又杀死了这个 大条 这次冲塔还是划算的 虽然是换掉了一个 伏王 但伏王是被精卫军团杀掉的 被塔直接砸死 应该是啊 神灵的话 一扫前期 呃 怒骄二血的这样的一个阴霾 已经是掏出了 装备还没有啊 已经是完成一次双杀 双杀 然后中路的卡尔刚才因为是 漂亮的盲水 收走了卡尔 也是 稍微的嘲讽一下啊 毕竟呢 这一个盲水也是很有气势啊 让自己的等级也是瞬间来到了八级 这个击杀太关键了 哎 上路又是开打 这边的话 帕克 怒秀一波 哎呦呦 但是没办法 在这个 树林中间啊 还是刚不过伐木机 伐木机直接一个地收走 将比赛前期七分钟的时间 已经是战成了四比七 人头还是比较的多 比较的激烈的 特别是在优势路 右手优势路 特别是在下路 哎 伐木机又嗅死了这个 不是吧 又嗅死了DS 那牛一钢封路 漂亮 哦 还差一点 没有能够封死 发条能不能走 发条反身拼一下 哦 冷就接放大终结 但是船长前来支援 直接 二连 那这样的话 两个人都要死 苗梁 走不掉了 后面还有个帕克 这样的话 是我们的船长和 幼鬼 一人拿一个人头 哇 进入方的支援打的 还真是快啊 现在方的话 则是选择了 两条线战线 然后我们的 哎 我们的 哦 三条线战线 那是属于 神灵刚才没有上来打 神灵这边 先买了两个小剑 一个是 假腿的力量腰带 一个是这个 鬼手的 必章的这个 铁鱼头盔 这位置 又想拿弗王 祭刀吗 感觉有点难 呦 又水了一下 这次 这个 躲 船长的 水的预判 还真是做得不错啊 应该方这边 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老牛TP下来 直接锁进了 树林 为了防止对面的 一波进攻 死亡的话也是 利用点灯 骚一骚 这个点灯 你别说等级还挺高的 船长又是水起 勾引一波 换个后排 但是 神灵也来了 直接反线手 但是狼母就 效果不错 刚住了吗 没刚住 佛王直接淘汰 呃 但是被帕克点死 帕克F 享受一波 DS赶快来支援 这位置怎么说 帕克直接 阿走 以下老牛 一个F 那这样的话 帕克也要死 帕克也要死 DS想要继续的追击 睡牛吗 感觉神灵有点难杀 想杀牛 这里给C套了一个威 反打 哎 估计还打不了 忘了 哎呦 这个位置 游鬼的输出 有点高 但是DS 也是随机 被换掉 法条又有一个勾 收 帮助游鬼 完成一次 Triple Kill 这游鬼套了 李子顿 居然没有让兔子 收到人头 自己收了一个 Triple Kill 这游鬼有点开心的 这一波是直接 把自己的 节奏打起来了 刚才好像 卡尔还补了一个天火 非常 好像是这样的 哎呦 刚才我都没注意 看这游鬼是怎么拿 山沙的 好像杀了一个防目机 来防目机要怒报仇 一爆三连 秒了 所在比赛瞬间带走 防目机也是 马上拿到431块钱 直接合出秘法 好凶啊 张比赛打的 相当凶 已经10比13了 10分钟的时候 人头远超 1分钟两个呀 23个人头了 已经 战斗真是激烈 来看看 防目机又是 怒收一波钱 要打吗 卡尔这波来支援了 船长和卡尔 两个中路的都来了 船长先交三连 但是 随即便超后排 这位只 哎呦 又是一个陨石 感觉上这边要死 没办法 然后这个发条 也是流 活不下来 帕克 一个三连 留住三个人 有没有输出 游鬼这个时候有大吗 哎呦 游鬼没有大 那这样的话 感觉帕克也要死了 这波神灵残血的时候 战斗力太强了 游鬼刚才没有大呀 好可惜 这位只能不能收神灵 游鬼 向位 战鼓流 一下 追上 两下 好的 收掉 王五的小伙还是有的 这样的话 这波打的 还真是血腥啊 就是12比15 刚才先死的是谁来的 我都没注意看到 那一下是去切到船长 被神灵充点的那个镜头了 没有看到第一个死的是谁 好 这波开大 要杀防吗 优鬼来了 传长居然不杀了 没有跟优鬼沟通好呀 应该还是能杀掉 优鬼的等级相当的高 老牛跟F留人 但是没有后续 优长反身 给了个水 以为老牛会走上来 有点想多 这个优鬼前期人头真的有点多啊 优木机 就是消耗一下 优鬼就在勾 好的逼迫你往下面走 老牛跟F封路 nice配合 直接封住 但是发尿和帕克都 竟然来得非常的快 这样的话牛哥再见 牛哥再见 牛哥怒患 一记船长 还是划算的呀 对吧 哎 神灵又来了 神灵今天什么装备了 假腿啊 在走必章 优木机这个位置 留帕克不太好留 优木机好高等级啊 11级神灵才9级 然后 这边你别说打架多的 等级都还蛮高的 优鬼也11级 刚才伐木机是因为 下去那波单杀那个优鬼 所以导致他等级 一下就起来了 本来他应该在上路 farm的这个等级 不是特别高的 刚才单杀优鬼那一下 等级就很高 当然这个有点金的男人 你不能比啊 高富帅就是比不了啊 哎 高富帅要切天火了吗 好像并没有放嘛 是切好了天火等机会 他已经放过了 又切回来了 来看一下下路军火团 先不说了啊 这个 你要找卡尔的技能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没有这个技能增弹 哦 有这个位置 兔子 被神灵大的瞬间 还被福王哄住 这真是突出一个惨 想走都走不掉 兔子疯狂S 但是没有用 盲水没有能够水到 这位置 福王感觉要被流 反走一波 好的 要来一个支援 但是 帮忙机这次没有能够勾到 这个 巨轮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减速加伤害 满身水一下 水到了神灵 但是没办法 这个 发条久不下来了 哦 最远距离的1-F 哇 还有我们的卡尔的一级天火 相当nice 刚才发目机又是没有勾到啊 发目机两次没有勾到 这让我觉得有点 可惜了 哎 这位置怕个到上面去了 但发目机有轮子 怎么办 还有个D 再一个勾 make a kill 三连毫不做作 直接带走 这样的话 天才方前期优势很大呀 神灵已经六杀 发目机 则是七杀 这位方这边的话 则是帕克不想的 拿了一个六杀 哦不对 看错了啊 石油鬼 石油鬼啊 我说这个怎么可能是他呢 哦哟 哦哟 卡尔街选择了不动 哎 聪明的男人 哎 但是来了一把粉 悲剧了 悲剧了 哈哈哈哈 本来想到不动 应该能能能活下来啊 因为这个优鬼是 被套了套着 到去去走位 结果 非常聪明的 这个 八条 啊 过来扫了把粉 这就叫唐王普强 黄金赛货 战斗流油鬼 向位 战鼓 啊 15分钟12级 相当高的一个等级了 让人要怒抓一波 富王吗 富王这个 由于前妻 这个一血浇的啊 也是让他很伤 被迫打成了一个辅助 上去骚一下 这位你还吼 那这样的话死了 接一个勾 优鬼开大 又是怒收一个助攻 而且 其他位置好像没什么 太大机会 好的 怒收一个助攻的优鬼 正在打野 感觉就优鬼的经济 应该会非常的不错 神灵已经鬼手了 看一下优鬼 现在1000块钱 1000块钱 神灵开始找人单杀了 我来看一下神灵的经济 500块 神灵还是有钱啊 卡尔的高富帅1300 漂亮 这边是 哦 是这里的一个眼位 救了我们的游鬼一命 那这样的话 神灵选择TP上路防守 打个游鬼 哎呦 这个船还真撞中两个 第二次一个拉 下一个TP过来的是牛哥吗 看一下 皇 皇来了 牛哥在这个位置 侧翼 DS要被留 直接留住 顺秒 哦呦 哦 这多少技能 哦 好华丽 这 瞬间是无数技能打上去啊 这个DS死而无憾了 什么陨石呀 什么这个 轮子呀 什么D呀 什么T呀 防击是各种技能全交 这位方有游鬼 这波呃大招放过了 那后也没有办法过来参战 赶紧的 发育的阶段 所以的话 天天方还是比较强势的 这段时间 天天方现在是五人打架 这位方肯定是五打四的节奏 高飞卡尔 哇 这个装备 奔着一张就去了呀 20分钟时间 这个卡尔一张出来的话 还是蛮凶的 但是 要打断你的节奏 哇 城长 直接 大刀都开了啊 三人针对 高飞帅被带走 发条一个勾 留住哈斯卡 应该有机会 但是没有物力输出啊 物力输出不足 哎呦 发条要先死 神灵撕血 赶紧A他呀 好的 还是A掉了 这位置 打木机 反身 又拼掉了 配合这个神灵的 烫 这真还是神灵拿到人头 神灵的法球 是收获了这个人头 防木机 反身 二连 漂亮 船长也被带走 牛哥的志愿 非常的给力 Unstoppable 帕哥 赶紧秀一波 合了一个密法鞋 好的 走了 漂亮 真是各种 各种干各种秀 防木机给自己 做了一个 尖刃球 19秒24 双方在18分钟的时间 打了一个如此高人头 吊炸天 就是干呀 真是就是干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几位大哥的情况 卡尔这边的话 刚才死了一波 还是蛮伤的 然后神灵这边 依旧是有1000块钱 还可以 诶 这是要直接出 水晶剑吗 还是说刃甲 跟对面要刚一刚 也不是不可能 看一下优鬼 优鬼1200 鼓利哥大魔棒 大药 TP 这边的话也有小 小1000块钱了 这几个装备补的 所以的话 游鬼 如果现在再去 变38的话 感觉好像 时间会有点久 我们来看看 他怎么选择吧 感觉看起来 因为他等级高吧 所以的话出散事打架 还是会比较厉害的 这波 来了 伐木机 加速服 勾过来 一个C没C到 哎呀 接下来优鬼真的是 死一逃生 那边点速到的话 反正可能 伐木机就是冲打枪杀你了 这样的话 进位方顺势一波推上路 有没有机会 感觉有机会 哎呀 接下来没矿到神灵 有没有矿到神灵 防过来点了一个灯 这波是有人不在的 卡尔不在 卡尔的话只有天火支援 向上塔有机会拿 哎但是 防龙机中路 还是真的要杀有鬼 纠缠了一波 发条表示大哥还是要保的 感觉两个人是一波的 一起的 飙过去 哎 这勾子没勾到 但是应该能留 帕哥 W一下沉没 大刀交不交 交打招了 伐木机 伐木机 反正一打五吗 勾一下 哎呦 真的收掉了这个 发条 没办法 就是输出不够呀 打伐木机好难打 反效一波 哎呀 又是伐木机 有鬼一丝血 终结了这个伐木机 但是自己好像被点灯点死了 被灵看点死了 神灵也是打了一个牛逼啊 伐木机 这是真是秀的飞起 王 老牛 二人配合 哦 这个位置 神灵给打招 叶瑟也被带走 船长赶紧跑 啊 引到船长赶紧跑 这个 躲了一下 啊 躲了一下水 那这样的话 由于连续的走位 老牛是体现赶到 又是一钢F 再见 一刀淘汰 带你走 哎呀 没办法 这段时间还是天天方强势啊 20分钟时间点 大家知道 伐木机这个英雄 在20分钟时间点 真是一打五的英雄 挡都挡不住 只要他前击发运不差 绝对挡不住 10刹26只攻 伐木机的表现 非常的亮眼 而同样的版本 强势英雄的 这个 神灵 也是9刹46主攻 这两个人是撑起了 天灾的半变天啊 也确实印证了 这个版本 这两个英雄前击的强势 然后卡尔的话 应该是在憋着啊 因为自己走的是 发力的高帅俘虏一些 哎 优鬼想的卡利波大 这大应该只是观察一下形势吧 哎 这个位置有机会 但是没降临 挡掉能不能杀掉佛王 感觉应该可以杀 往后一下想走 挡掉一下也死了 优鬼是降临去收了一个 哦 收了一个这个 收了一个神灵啊 这优鬼好胆大 这优鬼可以的啊 高分级优鬼 玩的6 收了一个 血量不是特别多的神灵 优鬼已经跳了 伐木机 水晶走起 帕克很危险啊 你看这个差距太大了 这个C接的 哇 这伤害 我了个去 直接带走 17级了 这伐木机已经 而敬畏方这边的话 是7杀的一个 萨条和一个 8杀的 优鬼啊 现在就撑起局势 第四已经悲惨到 0杀 哇 要不要这么凶 我知道你进了CD短 也不用直接看这个 回复符就开大招 请你了 有人就捡到了啊 没人的话也无所谓 对吧 就这个心态 好的 穿上这边的话 也是在路边引刀啊 但是整体 救命方 现在的装备 确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我们来看一下优鬼 22分钟时间 优鬼的 2800块 这个神灵杀的 还是蛮赚的 2800块 还真可以考虑 憋一下吧 22分钟 优鬼刚才说的 20分钟的时间点 才过去了 两分钟时间 转身优鬼 又有了2800块 这好像只有 1000多块钱嘛 这个优鬼还是蛮会找机会杀人拿住攻收钱的 中路塔放掉 优鬼继续在线 这波的话肯定不守了 这个塔的话 顶多也就是开服文号一号 拖一点时间 给优鬼争取 3800的这个时间 卡尔已经A账了 皇在做挑战 应该要转 后期还可以转笛子 这个神灵这几波打下来倒是蛮可惜的 也被优鬼收 所以的话没有能够更新自己的装备 这个塔估计拿 应该还是肯定会拿掉的 现在 这边房就是尽量拖 尽量各种拖 拿命拖都可以 只要能够换到你的人 然后这个塔 拖下来不丢 那就是完美 丢的话也不怕 丢了的话 我们的 大个优鬼也是在带线发育 哎呦巨波 帕哥好危险 赶紧F一下 但是牛哥来了 哇一个F接收掉 本打一波有没有 应该可以留人 传长一个大 没有能够大助 接波的话 怂了怂了怂了 传长没大了 塔放吧 塔放吧 牛鬼上路怒带一波塔 看一下这个时候 其实两边玩的就是极限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 应该赶紧推啊 赶紧AOE技能交起来 蝶斯放了一个大 留人漂亮 这次二人留住了 防 这波没有能够回去防守 nice了 蝶斯用自己的命 保了大哥一波 大哥这波好开心 谁回去了 牛哥回去了 哇牛哥这个跳大三连 优鬼被终结了 这绝对让牛哥回去 终结掉了优鬼 完了 这个优鬼好伤啊 本来直播 应该说 DX刚才那个拉手 是非常的nice 有这个 TS3 S4当年 那个PAK的大招 留人的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风散 结果大哥优鬼没想到 是被老牛回去 跳大三连 这个好尴尬 如果不是牛哥 跳大三连 的话 那应该也是 卡尔支援的天火 肯定的 不然的话 牛哥不会瞬间 被打到这样的一个血量 那这样的话 原本很 看上去很完美的 一波节奏 精卫方用人 用肉体 换这个 天才方的这个 时间 然后甚至还 保住了这个塔 不掉 然后大哥 有鬼的话 顺势发育 3800 大哥有鬼 刚才如果 不去推这个塔的话 是不是会好一点 不去推这个塔 然后 去收两波野 3800出来 然后再打一会儿 二十六七分钟时间 灰药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有鬼 应该还是蛮恐怖的 后期的发育 应该挡不住 又上来留人 兔子好惨 兔子又要被留住了 诶 防这 防没办法 被隔住 也没办法上去吼 好 这个形式的话 又开始觉得 有点微妙了 打个有鬼的 灰药 可能要拖到 三十分钟了 现在正好 这波爷爷 是青光的时候 有鬼的话 也找不到机会 去配合打架 想要拿 防做突破口吗 如果能够引刀 连留住人 又给开大 蹭住攻的话 还是不错的 标记回来了 TP回来了 防你就是个悲剧 两次TP都失败 但是好像杀不掉 杀不掉 有点难 卡尔又反正 给了个天火 好让我船长走掉 下路 哇牛哥已经这么凶了 不要吧 这次我本来以为 中路会出轮头 结果居然是下路 船长 又反上二连 有鬼终于开大了 这波要不要降临沙坊 看一下中路 神力已经开了 自己的鬼手 但是不敢上 选择降临了这边 没有 还是降临了中路 哎呦 但是神力反正一个大 哎呦 完了完了完了 这波又被秒了 完了 这个有鬼 三千五又死了一波 能不能拿点助攻 哎呀牛哥跳走了 不过刚才这个发条的神钩 是留住了卡尔 不容易 老牛 为所谓 F1刀 想走 一下 感觉有点难 发条还有下个导弹 发条猜位置了 发条肯定往全水丢 老牛表示我暂时不回去 哇 这个倒带 好的 蓝球可以回去了 防目机 要收割 能不能 两个都是地精一足的 这个发条 已经尽全力了 打不过 没办法 哎 对 防截那个漏 一个大 收掉了 防目机 不开心啊 自己干了那么久 哎呀 刚才有鬼这波 也没有能够蹭到什么太多的助攻 三千五百块 二十七分钟的时间 好尴尬啊 刚才那个致命失误啊 要是他 要他不去推那个塔 不要摊这一下 他真的是拿了这个塔 他心想 如果我能拿这个塔的话 那我的灰药 基本上马上就可以出了 再去收两波也 拿塔几百块呢 对吧 马上就可以出灰药了 结果就是因为摊这一下呀 被老牛给终结 刚才DS真的是 看到防TP瞬间上去 一个拉留住 好关键的 好关键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游鬼到底还 来不来得及 把灰药做出来 还真不好说 现在帕克已经打成了酱油 船长还有一定的carry能力 DS的话也是 嚼屎棍的角色了 游鬼 这个位置 小鸟呢 鸟没有 还是个鸡 哎哟 真是伤啊 这时候要是 天然一波开悟 来抓游鬼的话 那真的是 这游鬼就起不来了 这时候还不去买个鸡啊 还不变个鸟啊 有了个牛 但是后面有好多人蹲 能不能先秒掉这个牛 沉默了一下 船长 三连起来 但是 哎 这是 是发条哪个人头啊 真不容易 好 对刚 哎哟 那这样的话 又发木机收割了 船长和神灵的一个互换 随后 发木机过来收割 连带发条一起带走 这样的话就是老牛 老牛 老牛跟这个 谁 哎 哎 这个位置 要烫死了 又位置想着拿塔 好的 4400 想着TP收一波钟 然后把中线往前推一推 3800再换上路线 不过帕克已经去收上路线了 问题也不大 BS也已经TP了 BS挑战 再走笛子 帕克这边的话 基本上 跳刀 只能靠后面的团战有机会了 哦 我们看一下 发木机 这位旧鬼很关键 发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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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单杀了吗 先砸了一个天火 没砸到 哎呀 这一次 可惜了 这个天火要是砸到了 又可以单杀这个游鬼了 现在天火可是神圣伤害 4500往身上一闸 这个游鬼就剩下 1000点的血了 然后 发木上来 一顿三连 加一个 灵砍 这游鬼真是受不了 这样的话 还差400块钱 游鬼可以拿出自己的灰药 现在方似乎也是放缓的 自己推进和打架的这个节奏 现在的话 当然我们看到 这位方也是组组了几波有效的 这个小关系狙击战 去给这个游鬼拉扯出这个 不要的一个时间 这点也真的是很难得 也正是由于这几波吧 打得让天火方稍微有点点小虚 其实他们这个时候 游戏还是很大的 完全可以主动打 他们现在反而是分开去带线了 出人认假的 神灵不来打架 去发木 这有什么意义啊 哇 这一波 二十级的神 这个发木戏 直接被带走了 漂亮的帕克大招 又是拉住 老牛尽全力在输出 那这个位置 这波金融卫的主动出击 又是收获良好的效果 神灵终于TP下来 抢杀游鬼 但是游鬼 游鬼这个血量 能不能烧死 死了 神灵 死血 切鬼手 反杀 这边躲掉一个船长的船 反杀第一个 护袖 没死没死 死血没死 哇 天火 再度立功 收掉帕克 结果神灵 好在是来自软了 还好 天灾并没有 如果所说啊 分手带线就不来打架了 虽然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结果发木机虽然死掉 但是第一时间买活 经卫方被打团灭 三十二分钟时间 四十二比三十一 我去 七十三个人头 依旧保持的一分钟 两个人头 还要多 这样的一个节奏 好的 这样的话 天灾并成功推掉 中 近卫方中路 之前残留的那个 RT 发条也是 三十二分钟 终于套出了自己的一杖 不容易 高塞福卡尔 更新了一个远行鞋 飞鞋 现在整体的这个经济速度 稍微放缓了一些 出门带了三十分钟的法师长高 一直没什么丢 来看一下这个盾会给些拿 相对来说 肯定神力拿盾是效果最好的 伐木机也不错 其他人的话肯定要浪盾的 这样的话 估计这个伐木机空格子 应该要拿这个盾了 神力因为太远了 我记得说 我觉得神力拿会效果好 给腐王拿了盾 伐木机不拿 我都还可以理解 你神力可以过来拿 怎么给了腐王 神力不拿盾是什么相反 神力33分钟 现在经济已经提的很慢了 我觉得神力还不如继续打架吧 神力这个英雄 一旦过了前期的强势期 你到了30分钟开始靠后 特别开始向4分钟走之后 你这个打前的效率肯定很慢的 你不去出电锤这样的一些带线装的话 你打前绝对是很慢的 一下一下A嘛 快不起来的 快不起来的 所以的话你只能说 去打架 还是靠谱一些 哪怕你一直把这些血量控的很低 也不一定打前快 而且这个神灵就是 你放什么时候控空血的话 其实很怕全球流 也不是空血 就是低血量的时候 就很怕全球流 你血量一旦控的太低了的话 虽然要攻速嘛 攻速可以很高 但是如果 这张有优鬼的情况 有一个人配合 有可能就可以杀你 这边 跳了吗 跳了 跳了 死亡也是不容易啊 一血之后是尾了这么久啊 然后这边大哥给了个盾 结果自己三四分钟跳刀也出了 真的是 不能再求更多 这样的话双跳的天才方 配合一个随时可以切入的伐木机 再配合一个后排砸技能的卡尔 这个神灵就不用提了 结果很强势啊 带顿一波 反观精卫方 装备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有优鬼 一次失误之后 这个装备想起是 速度直接就放缓了很多很多了 传长的水剑 这场比赛比我预想中还要精彩 还要激烈啊 还带了一组眼睛 这边其实眼卫真的做得蛮足的 这边其实眼卫真的做得蛮足的 这边的眼睛已经是 把自己这边大部分都已经点开了 这波要微微就照了吗 你别刷还真可以 天空这波回防了 老牛 哇又是一刀跳刀三连 哎呀 接下来没给大家切到 跳刀回防 哇 神灵千里之外也给打 这波又是打了一个优鬼 倒地不起 对不起 闻到是帕克 牛哥这个牵手真打得果断啊 那这样的话 这波的回防又是收获奇效 给他往瞬间从转推 从推下塔 反而变成了中路要推高地了 中路怎么说 怎么办 传长就说是没有TT的 你不回防了 六位可是要40秒才能复活 中路高地 帕克也在独秒 还有22秒 追到你不回防 中路这个高地就要丢了 八条 丢个C 恶心一下 但是有小伙人在 小伙人在猜塔 还是非常快的 哎 防跳好 直接跳了这个兔子 瞬间秒了 那这样的话 这卡尔切技能其实有点慢 传长反射三连 没有 没有后续输出 只能先是拖一下时间 拖到大哥游鬼出来 但兔子刚才因为被跳到秒了 好的 他放了这个大刀出来 放了这个墙出来 这个有墙在就是有效果 哎 哈萨这个位置很危险 要被运作 哎呦 还好将没框 但是触发了二十星 游鬼开打 收割节奏 Double Kill 两个 不过没有他杀了两个人 但这一波确实是他的收割节奏 一个大 赶跑对面所有人 但他怎么没有降临啊 呃 盯了一个这个有盾的斧王 好吧 人头还不是他的 人头还是 坤卡的 坤卡一次Double Kill 然后发条上来留人 结果是自己反而被带走 那这样的话怎么说 哎 老牛跳给我所谓TP了 看上去要留住 伐木机了 伐木机死了 牛哥这个还是秀的亮 牛鬼 TP回防 他手下 大哥 更新了活力球 有了1500块 牛鬼这个位置应该会选择先做龙星吧 毕竟对面各种物理输出 你千里挑挑啊 非要把这个引导用掉 好 弩带一波线 这位置有一个双被俘 哎 BS 索子甲是怎么要出什么 这是发条应该是发条都要出人甲 DX也要出人甲吗 索子甲 卡尔说他要做一个 轻招 但他已经有这个 灵魂之界了 轻招出过没有什么意义 盲目机 先更新了 细娃 卡尔终于出这个吹风了啊 吹风不得有点晚 先做吹风 先做吹风 自己这个 抓人的能力 打团的时候 秒人的能力都很强 应该先做吹风的 我觉得 以现在这个卡尔的流派来看 基本上团架还是主输出 先做吹风效果会好一些 刚才几波 卡尔终于要判断位置 所以他的这个技能放的都 稍微慢一些 像这个火花上去跳吼之后 他都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去跟上放技能 如果他先出吹风的话 他自己可以找机会先手 技能应该是稳稳可以砸出来 然后 像这样的出个推推 对吧 也是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接得上技能 第一仗其实 现在卡尔补补为一仗 都没有以前那么关键了 已经打法不一样 以前的话是 卡尔更多的是一个防御作用 好 游鬼还是 活力球之后补了一把夜叉 还是要增强自己打团的能力 毕竟他等级很高 40分钟21级 所以活力球往这样100 也有2000块 2000的这样一个血量 好DS又是开的大 那这样的话这波天天防肯定是要放大了 放掉这个大招 不是 什么放大 就是要过掉这个大招的CD 然后 放弃这一波 这波还真被小伙人给点掉了 这个防御他 这位继续带线 这边跳到野戏已经出了 下一件应该感觉上是黑黄 神灵 不管不顾了 这波上来要狂点 配合小伙人 第二次拉一下稍微干扰一下 拖延时间 这位游鬼是要 跟别人要换路吗 看机会啊 当然游鬼是比较好看机会的 哎 游鬼选择的线手开大 船长这边三连能不能连住 哎呀 感觉有点难 这个神灵是有 认假的 防的血量有点低 老牛血量也不多 游鬼降临这边要杀老牛 好的 老牛还是死掉了 被发条 收掉 但是游鬼自己没有能够站住多久 随机不定位反射手收掉 游鬼选择直接复活 买活 这游鬼这波可以不用打先手的 他如果现在买活的话 战斗力会很高 这个神灵 挡不住 这个神灵 完了 这神灵怎么办 看看他后排偷一下 哇 死血 好 但是被灰火要给终结掉 这个位置 把伐木机直接勾上去TP 但是 漂亮 发条神勾 一个人家 直接弹死你 刚才游鬼 瞬间上来是 面对伐木机夹神灵 双人上输出 看似开大非常完美的一波 然后 也是配合队友 发条把这个牛哥快速的杀了 没有让牛哥跳出大来 不过你反身 反过来说说 你不先手开大的话 牛哥进一反先手 你怎么打 也没办法 所以的话 牛鬼其实挺难的 现在算一算 从龙头军律的角度考虑的话 还是先手开大会比较靠谱 先手开大 然后下来争取 跟队友能够接上技能 把牛秒了 不要让牛反先手跳出大来 还是比较靠谱 然后 杀完之后呢 他这个买活 也还好吧 毕竟他 这七八百本买活的话 不会说你这个打钱 是不会有这个不稳定金钱的收入的 我这里有鬼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千万不能再死了 再死的话就有点危险 卡尔飞鞋来到下路 小伙人一招 可以伤心带 不过他没有推推 这有点少 这有两个人去打野了 但卡尔登在这边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小伙人招出来吗 小伙人上去带 对啊 小伙人带现 刚刚的 突出一个快 PS赶紧过来清 小伙人带现太快了 好 天堂方一波打肉扇 但是又一波发现了 发了一个导弹 怎么说 这波还打吗 卡尔蹲在这 卡尔蹲在这干嘛呢 小鸟 这么多装备 这个鸟千万别死啊 这死了就神剧情了 发条已经赶过来了 但是这个位置卡尔已经抢先关注到了 发条又勾中了老牛 哎呦 这波有点惨 牛哥要被干了 牛哥选择开大 近位方这一波 应该是完美一波的节奏 但是 神灵强打肉扇 趴跳进来 神灵拿到了盾 发条勾进来 直接勾死了这个盾 但是发条自己的选择也不多 卡尔进位置直接 啊不 这个 防御位置直接斩掉了这个发条 然后这边还是在拼 卡尔 然后 全场相机身亡 神灵挡不住啊 神灵挡不住啊 神灵这边盾起来之后 配合 防目机给减速 刚才帕克进去之后 没有能够抢到这个盾 好可惜 这边还是赶紧TP吧 还好 没有被这个防目机给包后排包的 刚才 帕克进去BKB开启 就差那么一下呀 他这把BKB 当他换羊刀也出不来 我刚看他跳进去了 想抢盾 可惜没抢到 这一波他要是抢到盾了 那天灵方就亏大法了 或者是亏 这一波输了 甚至有可能 这位方可以 反推一路 真的可以反推一路 杠不住 神灵这个英雄就是你 一波秒不死他 或者像这样的给他一个盾 他就很伤 打架 真是神灵还是没话说 你的装备应该也是放在鸟上了 神灵可以更新了 强袭 有了吗 哇 强袭也有了 45分钟时间 神灵再添一把强袭 有点难了 有点难了 玻璃球应该放家了吧 放鸟上 玻璃球 船长大炮 但是一刀六的船长输出 持续性不够 DS还是捕了人家 我觉得DS补个敌散是好一点 毕竟对面有牛啊 有牛该跳大 你不说每次游鬼都牵手大吧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寄希望的话 后续的输出 至少笛子也能抵挡一些啊 认假的话就你一个人 而且你一个人的话 你血量又不多 1300点血你能抵几下来 卡尔这个位置 插眼 追命就是一勾啊 有鬼 有鬼 被卡尔吹起了 还有个船长 差异就是死 差异就是死 差异了 死了 但是有个哈斯卡 这边 这波你还 别说 不好说 有鬼 哇 但是好像要被法球给烫死了 有鬼哥 DP DP 活下来了 各位出去 各位出去 好惊险 哎呀 有鬼 这真是一身长叹啊 结果好的 队友靠得近 好的 龙星啊 龙星的有鬼 又是另外一个节奏了 船长 散滑 对的 这个时候很需要一把 天堂之计 大脚神之计 专克大神灵 上来就是一个脚蟹 毕竟神灵没出PKB啊 脚蟹打脸 瞬间让他顺时几秒的输出 就可能秒掉他 所以大家记住 天堂之计大神灵 是非常好用的 如果有可能尽量 出一把天堂之计 好的 天堂之计已经出来了 也增加了自己正面作战的能力 非常好的一件战略道具 价格也不算贵 这位方感觉这波势头来了 要反推 三千点 三千点血 二十五级的有鬼 站在你脸上 开始A尼塔 一波开大 看一下老牛的位置 老牛A仗了 哇 这波开大很及时 但是对面塔房也开了 那这样的话 有鬼没大了 这波怎么打断老牛跳 是个问题 老牛这波可是A仗大 位置是不是要控制一下 老牛 这边防老牛双切 晚了晚了再见 我刚说吧 你不能继续玩油鬼 每次都能先手大吧 笛子这个时候有的话 至少还可以挡了一波 这样的话 高低一波直接团灭 哇卡好远的吹风 果然是高低一波直接团灭的节奏 真的跟我想的剧本一模一样 这两把跳 然后老牛一把跳 然后老牛一把跳 没办法的呀 你就算能挡 就算能挡得住老牛那个跳 笛子怎么也能跳上来 好注意一下 这两个先手的话 你就不能自信望于 每次 这个 这个 幽鬼 都能 有这么好的表现 先手大 能够有好位置 他还可以去切老牛 不可能的呀 DS这个认甲 真是没多大用处 我觉得换成笛子 战略价值 直接提升一倍 好 传统那会叫单杀卡尔 是不是这么想吧 问题是你怎么杀 你在加速服 跑得飞起 还真要杀 卡尔顺势转身一个吹 大家互交技能吗 你交三个 我交一个 谁划算 世人都猜得出 小学一年一同学都懂 我这波打到49分钟时间 防目机再次更新一把杨刀 双方人都赞成47p55 已经过百了 进102个了 50分钟时间 哈克这个 出推推吗 魔力反装是要出什么 你出把红 出个红杖 我就真的 无语了 他说派克只有一件装备 那就是杨刀呀 他惨没有出 PKB呀 老牛也没有出PKB呀 你知道你这把杨刀 有多猛吗 如果你一个跳刀先手 扬住老牛 又来了 又来了 还好这一次 伤害不是特别足 人甲一开 这次人甲立功了 但是 死血又没死 发掉一个勾 要救一下 幽龟学能开大 这位置 好的 老牛先死 幽龟还在跑 幽龟能不能 能不能活下来 幽龟 幽龟 好吧 幽龟活不下来就没得打呀 发雕 勾了一下 哎 还框住了 但是 没有 神灵又是一波 Triple Kill 上来怒偷一个 要跑 你是引刀上来怒推 怒偷的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飞扬刀 哎呦 一个地 所以说刚才如果 出来一刀 说不定就把这个神灵给爆死了 好 天派方又是打了一个 幽龟方又要坦灭 那这样的话 这个兵线有点伤 大哥有鬼啊 还是有点刚不住啊 我们看一下数据方面 这里 伐木基金来到了 21杀 神灵19杀 然后进位方是 16杀的幽龟 和15杀的 大条 下路好救赎 不愧是拿了一二血的 战斗力还是比较高 这样的话 瞬间是两路了 大哥幽龟也难翻啊 关键他们团队装太少了 幽龟 击瓶也没有 笛子也没有 梅凯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说这幽龟 是不是 少活五秒钟 五秒钟至少的 刚才这个刃甲 是立了一点小弓 把这个哈瑟亚 是弹到没血 但没有人上去 补最后几下 就没有办法了 非常稳 伐木基打了一个三 众人集体TP 一个都不能少 哎 少了一个 高富帅你又不走 高富帅就是高富帅 思路就是不一样 然后大队鬼复活 但是 这样有鬼 应该说前期的表现 真的都非常的完美 整个 净位方也是 他一肩扛起啊 因为前期 其他人的 发育都不是很好 只有 就是那波 上路带线 应该是被卡了 天火 加上老牛 我估计就是这样一个 情况 牛哥是回去了 结果他这个 三天八被托 结果这时间一托 就没办法了 好的 天对方回家 不及一波 不给净位方 任何喘息机会 直接来袭 神灵又补了一个水晶剑 所以说这个版本啊 神灵只要不是太 装备太差 然后能跟对面保持持平 这个团战的战斗力啊 你杀不掉他就很尴尬 打有神灵阵容 你只有两个想法 打团 你要么把他直接秒 你要么就是 先放他不管 他血量多的时候 伤害不足的 你就先去把他队友秒了 然后回头再来对付他 你要秒他就一定要秒掉 你秒不掉你就是输 把他队友依旧选择了侧翼 哎 这边留了一下 牛鬼选择了开打 但是没有能够跟队友新的配合 牛哥 一看牛鬼开打直接怂 好的 这样的话 哎 传统技能又交空了 这波怎么打 牛鬼已经选择上了 完了 被扬刀 死了 牛哥一个跳弹 结果灭了 没什么好想的 我这波团都不想看了 我就盯着牛鬼看 牛鬼死了就没得打了呀 这其他人不就是砍块接赛吗 你这输出再怎么拼 啊 被秀了 还想上去杀这个空血的神灵 空血的这个伐木机 正夹 反弹弹死了 发条打的还是不错 发条还是蛮聪明的 啊 我发条的 我发条打的 我说 牛哥 那你拿这个神灵没有办法呀 除了有鬼一个人能杀掉这个神灵 团战当中啦 我当时说的是团战当中 小心挡不住 幽鬼羊了 刚才咱们讲的是直接给到幽鬼 所以那个幽鬼一被羊 老牛一个跳大 我就知道这个幽鬼死定了 这样的话幽鬼没钱满活 直接三路了 25级 有好也有坏 虽然是属性很高 战斗力很高 但是 怎奈 怎奈 还是钢不住 神灵啊 好的 这波 超级兵太凶了 兔子都被摟死了 哼哼 进场不太好吧 进场有点过了 哎呦 幽鬼 开个大 幽鬼 double kill啊 这是发条double kill 我有幽鬼double kill 哈斯卡说我怎么死的 被发条给收的 哎呦 幽鬼 被对面各种秀 一个吹风 一个推锅 这拍个开BKB进去 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好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世界之后还在坚守 怎么说 这全是买活换飞过来的 买活换飞 哎呦 这哈斯卡 血量很低 哎呦 这游鬼弹得好猛啊 直接弹死了 这边已经离开游戏了 进场杀游鬼 没杀掉 双杀 好 世界之术 已经被拆掉了 最终这个幽鬼 坚守到了一个18杀 但是 哦 20杀 20杀 但是没办法 世界之术还是倒下了 在我们25杀的伐木鸡 和22杀的神力面前 这个幽鬼也是抗不住 挺可惜的 这具精卫方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 一波致命的失误吧 可以说 也是让幽鬼 最终没有能够成就 后期一位五 这个 都没杀一样 变列一解的这个地位 好的 那这样一期精彩的比赛结束之后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 这个淘宝推荐环节 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的踊跃在我们 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每期都有奖品封出 好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节目结束 马上要 下星期二吧 还是下星期二 做下一期的更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好的 在看过如此精彩的一场比赛之后 还是轻松一下进入到我们的 淘宝推荐环节 首先大家如果有想买鞋子 依旧可以通过 媒西10.淘宝.com 这样的一个网址 进入到我的潮鞋店 来进行 牛巴勒 阿迪 耐克 以及潮鞋的一个选购 三重优惠继续在进行 然后同时我们还是 秋冬的季节 给大家上了一些新款的鞋子 比如说这款 DOTA电竞的生活 大家好 感谢大家收看 由媒西带来的全新一期 DOTA解说视频 在视频的一开始 抽奖环节前面 还是简单来介绍一下 媒西的淘宝店 我的潮鞋店 是媒西10.淘宝.com 然后我的零时店 是媒西9.淘宝.com 两个都是媒西的拼音 加上阿拉伯素子 非常的好记 这个潮鞋店是10 然后零时店是9 然后潮鞋店的话 给大家推荐的是 我们秋冬新上季的这个鞋子 非常给力的秋冬款的 各种各样的潮鞋和板鞋 然后大家现在去选购的话 也就是可以享受到 一个包邮 然后优惠券 包括送袜子 以及好评立即返现的 这样的一个福利 那我们的鞋子的话 也是全网性价比最高 然后也是质量非常好的一个鞋子 大家买过之后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口碑 而且有很多人回来买 然后现在买鞋子的话 都是有一个 这个推货险的一个福利 所以碰到任何的问题 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客服 进行这样的一个特换货 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然后零食店的话 三款正店之宝的 这样一个试试活动 依旧在进行当中 首先非常便宜的 一个免费试吃 大家如果觉得好吃的话 回头回来可以再买 然后另外的话 也是全国各地 都有这样的一个 分别价格不同的一个包邮 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最好的福利 另外的话 现在前来购买 我们的这个零食店的吃的 也会送出一份这个蛋卷 作为一个赠送 算一个小福利给大家 然后零食店这边的话 因为是有400多款 这样的一个零食 基本上大家想吃都能够买到 然后喜欢一边打多少 或者一边看视频 一边吃零食的吃货们 可以去我的店里选购一下 再强调一下 两个店 潮汐店是 媒西10.淘宝.com 零食店是 媒西9.淘宝.com 好现在来抽奖 上一期的话 一共是37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中奖观众是第一页的 好靠前 第一页的 第三楼 好的 恭喜这位中奖观众 然后马上也是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发奖环节 好的 进入发奖环节 上一期的这个视频 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看完视频之后 可以通过我这个头像 和ID下面的订阅 点击成为我的粉丝 然后 我这边也就说了 之前的话 要给大家做这个粉丝的一个发奖 然后7000的这个观众的话 我回去统计一下 具体是谁 然后再私信给他 去发这个奖品 然后后面的话 接下来的话 就是8000了 8000楼的一个整楼的话 同样也会送出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福利 然后 我看这边的话 到时候私信吧 如果是他想要这个鞋子 我送鞋子 如果想要零食的话 送零食 反正大家积极的 成为一下我的粉丝就可以了 记得点这个订阅 因为另一方面的话 你只有点了订阅 成为我的粉丝之后 我在视频抽奖完结 抽中的这个奖品 发私信给你才能收到 否则你是收不到的 也没办法零奖 然后另外的话 我的零食店和潮汐店 在这边的详细栏里面都有 包括领化费的这样的一个地址 也都是在这边 详细星期大家可以在这边看一看 好的 我来发一下 这次非常靠前 第一页的第三楼 运气特别的好 恭喜这位天所展阅的同学 获得了我们这一期的奖品 来给他发一下这个战略信 如果他没有成为我的粉丝 应该是收不到的 好 也希望他能够看完视频之后 记得没点的话 记得点一下成为我的粉丝 好那这一期的发展环节到这边结束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精彩的视频道 好的正式开始 今天的视频之前 依旧是几个简单的推荐 首先一个是向大家推荐一下 DOTA女神这款手机游戏 大家如果想用手机玩DOTA的话 不妨尝试一下 这个游戏的话 里面英雄的技能是和DOTA一样 然后是把DOTA里的男英雄 全部变成了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变成了女神的形象 然后现在去玩这个游戏的话 会有一个1288元的大礼包 以及紫色品质的空洞传导送给大家 这个游戏码扫描进行下载 如果扫描下载失败的话 也是同样可以通过我视频简介栏当中的地址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游戏的下载 然后对这个手游DOTA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尝试一下 另外一个的话 是我现在观众当中 如果有在大学的这个同学 有这个论文的一个检测或者是查虫的这样一个虚手的话 可以通过我视频淘宝中的这个淘宝店 官方paper.淘宝.com 去进行一下论文的检测和这个查虫 有虚手的去试一试就好 好的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还是之前的这样一个福利 金歌铁马的一个送花会的福利的一个第二季 第一季的时候这个项目组的同事 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10元的一个化费的这个福利 然后普遍的受到了一个好评 那第二季的话他们也是把奖励翻倍 现在是20元的一个化费 然后分三不完成 然后是杀人跟助攻加在一起40个的时候 是可以领到20个吧 20个好像可以领到第一个5块钱 然后40个的时候领到第二个5块钱 然后100个的时候领到第三个10块钱 一共是20块钱分三不去领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我视频下方的这样的一个地址 前前来当中的地址 然后进去之后可以去领取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限账号的 所以大家给自己的手机充完之后 可以换一个平台账号 然后再去给父母或者亲戚朋友去充 然后这边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如果是通过人机的模式 通过打电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 也是可以获得这个花费的 所以的话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 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 捞个小花费 20块钱也不错挺好的 好的正式开始今天的这期视频 我们看到出来这边地区 就很聪明的反掉了一个魔马的眼睛 看上去是一位辅助非常有经验的选手 而且出门就买好了勇气勋章 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配合我们中单的这个大鱼人 诶 减甲流 配合自己的一个F的一个夹甲 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套路 而且是两个英雄就能完成的一个套路啊 性价比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中路对线的是船长 然后我们看到大鱼人很聪明啊 想好了中单的一个对线 是直接出门穷鬼盾 这个穷鬼盾不仅是能够抵上一部分的伤害 并且也是可以帮助自己的补刀 面对船长的这个水刀的一个前期的消耗 大鱼人应该说这个穷鬼盾出的还是蛮精髓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烈士路的情况 烈士路救费方这边是一个沉默 沉默的一个上限 这里也是带好了眼睛过来啊 但是我们看到天才方的小精灵 男主角非常的机智 已经是在一分钟的时候 抢先拉好的一波双眼的 这样的话第一波的兵线是稳稳的可以 控在自己的塔下 这样让对面是在前两到三级的这样一个 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去获得很好的一个 经验的情况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发条你干了什么 小伙子不要以为我没有扑到第一个镜头 我就会放过你 又是一个狂兵的家伙 不过说实话 你狂兵 你狂就狂了吧 你怎么就狂了一个呀 这太让我失望了 本来我们不提前狂兵 但是你竟然都已经做了这么没有节操的事情 你就把这个节操好好的 对吧 丢地上来 结果你竟然只狂了一个 这次狂了两个 不错有进步 好 暂停不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优势录的情况 优势录是来自死问 猛马的一个对线 看了半天 怎么到处都是短手啊 到处都是短手 我们看这边 两分钟的时候 力气也是拉了一波双野 现在拉双野的一个简单的技巧 也是为大家所熟悉 诶 这个位置 鱼人跟船长做了一波硬拼 那这刀水刀很香 这个鱼人血量有点低 磕了个大药 这个位置碰到了一个打野的DS 给自己套了个盾 怎么说 大鱼人这个走位 拉开了一下 自己的大药基本上是用的差不多了 那这个位置有危险 DS 转身转脚遇到爱 被踩住 好的再见 人头是被撕拉打了 而且居然是给了 前来打仗以后的沉默 拿了一个两点智力 哎呦 这个DS真是有点惨 而同时上路 我们看这边要被烧死了 上路是做了一个护换 上路的两人 是这个女主角 就原来是一套黑店 男主角小精灵 女主角是神灵 这个搭配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这个男的啊 是一个如此娇小的一个球 男主角 然后女的 是一个这么彪悍的 好吧 这个设定让我觉得有点重口味 不太能接受 好吧 既然你们都这么设定了 好 这个萌马好像光过来是抢个兵是吧 没蓝了 应该是过来W抢个兵 然后没蓝了 剧情的话 基本上还是中路的比较优秀 比较的带感 这边的话船长也是出到了瓶子 一刀 不知道他的加点是不是二级水刀 二级叉 一级一 我觉得这个加点在打 进入一方这一套 猪肉盒的一个阵容的时候 会比较靠谱 看上去应该是二级水刀 我刚看了一下 这水刀的CT还转的蛮快的 发展要上路 基本上处于挂机状态 这也是没办法 我们看到 小精灵 似乎要来找一波机会 因为小精灵的这个 替的视法距离非常的远 是可以直接在空间晕一下的 我们看这个位置 但是船长的走位不是特别的优秀 这里没有抢先放出自己的水 大雨人非常聪明的向前走位 是晕了一下船长 然后向后走 这一波是小精灵的第一波干渴失败 那这样的话 大雨人可能要选择回家了 因为也是没蓝 但是力气丢了一个大药出来 大雨人想了想 我还是把这个药磕了吧 尽量你这么诚心诚意的给我 但是你拿这个大药的话 因为没有蓝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作为 基本上只能在这个位置 把这个经验取掉 混到六级 力气应该是 诶 船长来了 这波的话是沉没蹲了一下 沉没另一个双蹲 这船长的话也是被消耗了一下 刚才这波如果没有人蹲的话 也杀不掉这个大雨 其实完全可以 这两个人不用蹲的 这波经验浪给鱼人去云倒六 回家呢 然后再出来 效果好一些 那大雨无奈 只能先去再去打一波 这个也怪 来弥补一下 来弥补一下自己没有到六的 这样的小灯杆 然后下路的话 索恩跟猛马 这两个人依旧是和平补导节奏 基本上 谁杀谁都不太可能 诶 这位置 上路又要冲塔了吗 八条表示不能忍 直接塔下框中哈斯卡 那的话哈斯卡要死 这肯定出不来的 出来也要被打死 好的 这个的话等于是 又是一次互换啊 也不转啊 毕竟这个是优势路神灵换 烈势路发条啊 对吧 春蓝甜甜 虽然你是女主角 但是你是大哥地位啊 至少在中前期的时候 你肯定是大哥 然后人家用一个三号位 就给你换 然后人家的三号位 又没有跟你换 没有跟你的大哥换 总体来说 虽然之前大渊人 拿了一个一选 但是 看这个船长位置会不会贵 沉默后继技能没有跟上 然后 接着船长也是 克力口瓶子 救口瓶子也是救下了自己 救了自己一命 小鸡 这个小鸡是过来干嘛的 诶 船长觉得还能放个水 哦哦 这个导弹 好惊险 诶 怎么还放了个船 还是都 大船 幽灵大船 这样的话船长 想过来控制个服务没空到 只能无奈的 回家了 然后 这边 DX空了一个双倍服 跟这个双倍服 K过塔 他回去打野了吗 他回去打野了 这波 大渔人 收了一波野怪之后 还是没有达到六级 只好先TP来线上 然后来线之后 达到六级 点个灯 给哈斯卡 哈斯卡这时候还没到六 这波的话 渔人跟花条 在上路会稍微显得有点点强势 DX这波 虽然双倍服 但是选择去打野了 没有上来配合 这位置看一下 恰个眼是看到了这边的小精灵 但是前期小精灵的这个 回复能力啊 再加上他的这个 小技能T的这样的一个眩音 确实非常的恶心 配合成林可以打出一个很高的爆发 所以的话这个位置 大鱼人也是选择了放弃啊 这波把自己的眼睛是在上路和河道都分别补上了 这三个人是被这个眼睛看得清清楚了啊 大鱼人这个眼补的还是比较精髓的 发条一看也是顿时怂了啊 因为沉默前期的两个眼是正好到时间了 然后发条是在六分多钟的时间补的这个 这个大鱼人在六分多钟补的这个眼睛 也是救了我们的发条哥一命啊 发条应该要很感谢这个大鱼人 好那这样的话大鱼人跟中路好像是想配合什么 稍微推一下这个塔 但是没有OE啊 这个塔推有点慢 而上路的话 现在的方式已经产现过第一波的集结 应该是要推这个上塔了 直接过塔断兵 这个位置怎么说要拿人吗 晕一下 发条这个血量 没办法 哎 躲了一下技能 那神灵在后面 哎 又是狂主两个 哎呦 不过这一次一来是好像仇恨被 船长拿到啊 船长杀掉了这个神灵 最后一刀 带走 然后再加上有这个船的一个 狼不久的效果 这的话导致 这次也是没有能够杀掉神灵 全场怒扛一波塔 把伤害全部吸收掉了 然后帮我们的女主角啊 打掉了这个啊 刚才的话忘记说这个 黑贤的一个ID了啊 总导演啊 总导演 总导演奉了一血 大家都懂的 这个喜欢老干爹的同学都知道 这就是节奏 一般八导送一血的这个比赛 老干爹都很 然后这场的话看样子啊 天才方现在也是很猛的一个节奏 已经是在八分钟间先推了对面一个塔 而且是压着这个发条喘不过气来 发条来到中路挂机 发条这场将挂机进行到底 小精灵 秘法已经好了 这个位置晕一下 要杀沉默 顺秒 然后再杀一个巫妖 也顺秒 这时候神灵的伤害实在是有点高 再配合小精灵的一个控制 这两个小脆皮啊 小远程 基本上是难以抵抗 然后这套阵容的话 其实大家看了这么久发现啊 呃 这位方死闻打的是一号位大哥的角色 所以的话一直在刷 并没有过来支援 诶 这个位置 魔法放大 船长放大 再加上一个水旗 一套 一套 怎么说 三连 那也是个三连 直接带走 那这样的话 由于连续的阵亡 救援方是没有办法分兵出来做上路的防守 这个 比较尴尬 天才方是要直接断兵破上路的这个二塔了 确实是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也是让救援方非常的无奈 前期 两条线的一个劣势 也是让他们 在中期的打架时间 非常的弱 这个塔的话 想反补 但是还是依旧被神灵给拿掉 语人想上来留人 四散分开 语人很尴尬 能不能踩中 好的那这样的话 杀掉这个哈斯卡是不是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是被点灯了 沉默放了一个大 但是刺激的话 依旧是被 DX的套子给烫死 哦 不是是被小精灵杀的啊 小精灵的这个 伤害居然杀到人了 然后 DX刚才是 开加速服一个反跑 应该是骗了语人的一脚踩 这小精灵感觉行情好肥啊 肥的流油 发条想上来 利用六级的一个钩子 去留一些小精灵 但是有点难 虽然是有适应 小精灵毕竟已经跑了很远的问题 哎 下路死问 表示不能忍 你这个一个三号尾魔马 在下路跟我混的一个等级一样 这怎么能忍 全门都没来 沉没 贴了一下 但是 这边魔马还是有个D的 那这样的话 大哥死问不知道自己这把跳怎么样 如果是这把跳差不多的话 可能还好 哦 2000块钱 nice 但是 但是巨型要起 这个位置 死问跳到即将出来的一瞬间 被打了 这 好尴尬 要死 哎 不是被对面杀的 被这个轮马给敲死了 这 这太搞笑了 哎 这个太搞笑了 虽然说这把跳的要往后拖延了 但是没有给对面送人头 哎 这个喊三 比较不错 这位置勾了一下 要杀DS DS被弹出来了 这什么剧情 这连续两波剧情是神剧情啊 这三个人 四个人居然让这个DS跑了 啊 这 这能品也太好了吧 八雕表示 这个游戏太难玩了 玩不下去了 自己好不容易六级想杀一个 说自己C住了 结果被弹出去了 哎呀 好尴尬 好的 呃 我们的力气在中路反了一个塔 这个 游戏进行到十一分钟的时间 开始变得有意思了 有很多诡异的剧情发现 然后十一分钟时间 双方人头站成四米七 哎 然后有人可能会问 那些你平时不都应该选 那种很激烈的人头局吗 怎么今天打了十一分钟才十一个人头啊 以前都一分钟两个人头 这场一分钟才一个人头 看得不爽啊 呃 一般来说这个 呃 有先一后阳的说法啊 没有这个 前面 剧情比较低沉 可能就 暗示到后面会有一波高潮 大家都懂的 对吧 如果你这时候听懂了我的 这个 这个 这句话的意思的话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1024 懂得自然懂 对吧 马上就要双十一了啊 没有1024 双十一怎么过 对吧 好来看一下下路巨波 呃 一打正面 这时候的话 等大 大哥的这把跳刀啊 跳刀的这个应该是已经出好了 但是还没有运过来 放在家里啊 先买好了 然后拿下路的这个 一塔给你换中路的一塔 也是可以稍微弥补一下 这边的一个经济情况 好拿完塔之后 是看到上路兵线比较好 顺势是往上路走 但上路这个塔的血量有点多啊 还有1000点血 那这个时候 近卫方去推上路这个一塔的话 只能说 要加把劲啊 因为天才方推这个下路的阿尔塔速度 肯定会更快 他们整体的等级状态都 好得多 所以的话 阿尔塔速度会快很多 这波兵线都还没有上塔 那这样的话 有点难 感觉 天才方可以推掉下路塔之后去 诶 这几个人都没有带TP啊 不知道近卫方有没有关卡到这一点 近卫方 天才方的几个主力啊 神灵 和魔马 都没有带TP 但是因为小精灵 是有这个 神送的 啊 前面方想了一下 觉得 上路这个塔应该拿不掉 然后回首 这边神灵个勾 诶 城墓放大了 这波有点伤 这波没有能够接上 这波大鱼人没有跳 大鱼人从上去踩了一脚 踩了一脚 神灵呢 没什么用啊 这波浪费了一个城墓的大 怎么玩 后面有点难 位置 魔马 想留人 好的 还好大哥 这把跳刀是及时拿到手 那这样的话 下落这个塔 我感觉还是要丢 还是要丢 这边的话我们看DS 已经准备出笛子了 魔马应该也是在别把跳 小精灵在出没啃 神灵的话 战鼓 夹腿 再加上这个灵堪 装备比较不错 船长二连 三连 没有打到人 撞空了 但是撞到了这个力取 力取反身放大 魔马还放了一个大 那这样的话 这波力取的大招放出来 对面是 损失了两个技能的 两个英雄的技能 损失上来 直接一把锤子 夹了一个大 带走 但是塔伊又被推掉 这位置怎么说 有点刚不住 魔马一个推 这个时候前进的伤害是很高的 小悦人 不不不不 什么小悦人 小精灵 哇 那个去 说到小 第一反应就是小悦人 可见这个版本小悦人有多因吧 14分钟 冲上高地了 你们不要这样 总导演在后面 安排一下剧情 我们的女主已经死了 这个男主请淡定 要为女主复仇的话 也是要等一等 小精灵刚才这波伤害真高 呃 这个谁的一个地来着 对 魔马的一个地 地过去之后 小精灵利用自己这个 幽魂之什么来着 这这个球 小球 这连续的砸出了一个三啥 简直音吧 可能还有一个 诶 回来了 确定吗 这波回来不好吧 我感觉要被留一个 DS可能能走 小精灵要被留 你跟谁 小精灵被留 小精灵死了 再见 还加里口没啃 骗自己 好的 沉默又偷到两点之里 这波小精灵 为什么会带着DS回来呢 其实自己回来 呃 自己回来 自己回来 自己回来也没关系 诶 其实刚才他们回来 如果不想杀人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DS直接推推一个 往后走 对吧 然后小精灵连过去 就走了呀 都不用TP 就走了 想多了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是稍微延缓了一下局势 我们看到 双方的装备 情况的对比 现在的话 近卫方的关键 第一把跳已经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把 斯拉达 这个 之前 在WPC上 我们的牧师 也是寄出过一把斯拉达 然后表现非常的亮眼 扛压 后期的这个控场 包括点灯 非常的nice 也是被命名蔡拉达 1700也需要输跳 那这样的话等一等吧 来看一下 天灾方的关键英雄 哈斯卡这边 哎 巨型又要起 小精灵直接带过来 这个位置 单线的沉默 应该是要死 反正还剃了一下 本来这个闹视野的话 说不定10秒钟时间到 他们就走了 你看 这杀掉之后 还有2秒钟的时间的话 那算一算 估计应该从放大的瞬间开始 也就45秒 那这样一个时间点 其实刚才躲一波视野 说不定真的是 能够走的 中路死温被抓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猛马第一把跳 肯定要拿你大哥来记手 毕竟在下路 跟你大哥纠缠了半天 没有起到一个烈数路 换你大哥的一个作用 那既然前期换不掉 中期跟队友配合 直接盖你 那这样的话 现在就必须的等大鱼人这把跳了 大鱼人这把跳出来之后 配合死温的先手跳 然后发条的后手框 然后立取大招 应该说先手的能力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是可以对天灾方 产生致命的这个打击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 接好这个稳稳的先手的话 实际上还是有点危险 因为天灾方的这个技能 确实小技能都特别多 而且特别的厉害 在打团的时候 如果让对面抢到先手的话 就比较难 不能先表到对面的人 减掉对面的这个技能伤害 就会比较的难 我们看这个位置 船长是终于浪了一波被留住 那就好再见 让我们的沉默再偷两点之力 其实这个沉默前期 能够多拿点人头 或者拿点助攻的话 帮助还是蛮大的 好 神灵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加速手套 看上去应该是要出这个 要出鬼手 要出鬼手 出鬼手 神灵刚才火箭开了有点凶 发现自己有点打不过 鲁玛只好下来防守一波 下来帮忙一波 发条的这个导弹 是提供到了这个视野 这位方怎么说 结果不来抓一下吗 来晚了呀 早点来多好 早点来 大哥有把跳 这个人他还是 很有机会抓到的 愚人刚才在 愚人刚才就把跳刀拿晚了 愚人这样跳刀 如果是早点拿过来的话 这波真可以抓 而且不仅可以抓 甚至盾都可以拿掉 神灵刚才血量其实很低 刚才神灵最多的时候 已经三倍点血了 那这样的话 近来帮打肉山的猛马躺枪 沉默非常聪明 沉默无人在任何时候 都一定保持跟队友在一起 只要能够杀到人 他就能够偷到治理 此人这波是选择了开大的一个强杀 那这样的话 这波打完他要回家了 愚人刚才好像也是 技能交的有点凶 现在蓝不太够用 诶 这个位置又来了 又是抓得你带线的神 沉默 好在沉默这个英雄 有这个偷智力的属性 好在沉默这个英雄 我们这样连续的被抓 确实有点伤 好 走了 空降骑兵 这就是小精灵 在87版本的 也不能说绝唱吧 虽然 这个78版本 也不能说绝唱吧 因为79版本 虽然他被削弱的 这个链接的一个眩晕 还有这个回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虽然削弱了这两点 但是他等像这种大招的一个战略 还是能够 其他很好的一个效果 突击效果 不过阵容的话 肯定要打的更加的极端一些 可能79的话 登场率会下降很多 像这样的空降还是非常的欢乐的 好的 中路 天灯方一波 集结 看一下敌子已经出好了 这边的话水晶剑 传统的装备有点差 这边梅肯要做推推 然后 这个位置 神灵只带了个盾 这个神灵的装备也不是太好 龙马 下一步是BKB 看到BKB 我们来看一下精卫方的一个装备对比 先看完 别一会开打了 这个位置 力气非常聪明的是 先把勇气军装做出来 这样的话可以 极大的增加 自己这边的一个护甲的情况 并且是能够配合鱼人 打出一个极限的减甲输出 然后沉没的话 也连续被抓 自己的梅肯也还没有出来 发球只有一个刃甲 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 流浪也是要准备跳到BKB 真男人 十秒之内 一定要砍到你飞起 好的 大游人的话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装备支撑 这一波团 精卫方一定要抢先手 而且这一波团 先手秒天才方的人很关键 一个爹 一个这个队 就说的就是你 就是小精灵 先秒掉 沉没配合大 这边的话直接打掉一个神经的盾 然后第三个目标 选择的是想杀 爹死 但是发掉这个框 是把自己的队友也框起来了 那这一波的话 这个伤害很高啊 然后我们看这边 沉没又是被 充连 是跟神灵做了一个互换 这个利用DS的大招 就用一方的几个人 也是有点伤 这边 这一刀水刀 居然是暴死了后面的力去 但是小小小自己走不掉 让自己这个位置有点想多了 也是意外之息暴掉了力去吧 最后是被 我们的这个 此问收掉 刚才这一波团 敬畏方 终于是找到了一个好机会 让自己大哥 成功的打雷波收割 而且的话 大哥刚才先手也是 直接选的是小精灵 因为小精灵这个英雄 确实打团的时候 你不杀他 他这个太恶心了 不说他这个球的伤害 那就光气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眩晕 就让你非常的难受 可以连续眩晕好几个人 就相当于团阵当中 多了一个团控了 所以这点还是非常惹心的 先杀掉还是很有必要 然后接下来的话 第二目标 自然是神灵 因为是死闻正好开大嘛 然后小精灵跟神灵的战位 又非常的靠近 杀完小精灵 瞬间杀死闻 杀这个神灵 神灵虽然是带盾 但是由于复活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内 是救一方进行输出的一个时间 接下来的目标 本来选择的是DS 但是发掉那个框又把DS弹出去了 很尴尬 如果刚才能够把 发掉能够把目标留在DS身上 去把DS留住的话 那接下来DS开不出大招 这位方绝对大赚 或者是刚才 就算他没有把目标留给DS 然后让DS得以逃生的话 他把这个框和自己的 这个剩下的技能 留给神灵也不错 因为他有一个刃甲 其实可以跟神灵做一个互换 这样的话神灵基本上 是没有办法伤害到沉默 然后沉默的话 可以利用自己的技能去配合 鱼人配合自己的这个 力学大刀去打下一波输出 再来针对一下船长和 这个DS 所以的话 其实定位方 真的一定要打先手 天才帮确实小技能太多了 你看点一点 无论是小精灵也好 还是这个 山灵也好 还是DS也好 基本上都是 就是这个总导演 女主角跟男主角 这三个英雄在团阵当中的作用 实在是太大了 小技能太恶心 然后 输出也很给力 所以的话必须得去对他们做一些针对 然后像母马中的有挑刀 你是不太可能去先手的到他的 所以就不用想了 那母马的话 势必反先手是肯定要被他板出来的 所以的话就留后续的人去稍微针对一下 这个后续的人去控制一下这个 龙马的输出跟 这个谁 传掌的一个输出就可以了 这是定位方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然后天才方的话 无非很简单 就是我关键英雄小精灵和DS DS彻翼小精灵后方 前面的话留一个神灵脉就可以了 你只要这个神灵被对面先手不死 比如说你对面没有出PKB 神灵被先手了你直接冲上去 这个位置抓大鱼人了吗 DS赶过来支援又是总导演女主角男主角 这个三人组的一个小黑店 确实打的非常的溜 确实打的非常的溜 那的话小精灵连了一下神灵走掉 天才方打团就是很简单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只要神灵在前面卖 然后不死 然后正好神灵吹破伤害之后 最靠输出时间 玩个极限 然后后面DS船长猛马三人反先手 船长会很好打 保护小精灵 船长会很好打 这位置想上来留人 但是这个大招似乎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 力气反正放大 这大招弹的船长有点伤 哎呦这这两个人 哎呦你们两个好朋友啊 好基友 神灵是不怕啊 神灵表示我们更高 船长表示我走了 废了 这个大招差点把船长打废掉 那也是回去补了一个 香味鞋 船长装备确实消险的差了一点 哎呦晕住了一个 但是后续输出不足 上来没可能一下 有人跳踩 这回就可以的打下 天灾方 这个哎 这波天灾方有点过于拖大了 神灵开着自己的鬼手上去被留 这波打的实在太差了 萌马反先手一波推回来 没有输出吗 有的 哇直接秒了 但是死问死问 真男人 大招 我去大招都刚不住 总导演DS完全是TripleQ 这波出了女主角 三人组里面出了女主角 没有 有这样右翼的一个三杀 基本上 我们的男主和我们的总导演 都非常的亮眼 刚才这波的话 天灾方居然是在 一波浪死了 两个主地的情况下 哎 打赢了 只能说总导演和女主角威武 啊 男主角威武 小精灵和这个 叠死啊 这种小技能的伤害确实太恶心了 而且刚才萌马跳的一手好大呀 我打萌马在哪 真是跳的一手好大 跳大 然后自己肯定是加好了buff过来的 一波输出 再配合一个这个 d 这血量降的也是非常的快 好 空降 空降兵这波是走路啊 在地面碰到了一个 发条 那人家开黑店肯定在一起的呀 想也不要想啊 男主女主 对吧 参参绵绵 偏偏飞 所以你上去钢你怎么玩 好 再去把大哥 啊 天大方的前期这个定 分路定位上的一个大哥啊 呃 神灵 装备不是特别好啊 也没有像 总导演和女主角一样的有这么优异的一个表现 所以的话 他现在的装备 还是仅仅只有一个鬼手 就是给了敬畏方一个机会 否则神灵形成装备碾压的话 真的就很难打 神灵这种英雄是鬼血球英雄 越滚越厉害 你杀不了他他就杀你 啊 这边三连 直接找了个力去 船长稍微有点过了吧 哎 不过好像是骗掉了沉默一个蛋 跳踩没有留住人 这个跳空了有点让我失望 好在大哥没有跳空 直接配合于人的点灯 讲表这边的一个船长 但是这次没有能够成功 船长也是被DS的一个套子 以后没啃 还有一个 诶 这是什么情况 啊 神灵又去偷这个沉默 诶 沉默有这么好杀吗 不过也无可或非 但是我总觉得你沉默已经放了大 你何必要找他呢 对吧 沉默这种英雄就是 呃 天天方杀敬畏方的话 之前我说了 就是他打防守反击的话 是神灵一个人站前面 其他四个人反前手 很简单 那如果打先手的话 确实秒沉默是肯定是第一位的 因为沉默有个大 可以打到你的COMBO前接 所以你先秒的沉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人家沉默刚才不是丢了大的 那你就不要没有沉默了吧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的目标 就应该找找像这个 呃 死问啊或者是鱼人 这样的一个主力输出点 因为这个时候 你一个 你一个神灵跟他们对高 是完全不虚的 因为有队友在你边上帮你控制啊 帮你这个放弃的 真的是完全不虚的 哎 这脚踩秒萌马 好的这次萌马没有能够有所作为 然后总导演 总导演的位置也不好 这位方这波的 王子反击打得不错 那小精灵 你就自己来吧 千万别带队友来 带队友来就是要你死 还真带下来了 神灵放大 这个位置想杀大鱼人 怎么杀 不好杀 大鱼人你玩客 那大鱼人自己也躺了 但是大鱼人有点灯 玩客你神灵 飞尸 哎 这个飞尸还直接暴露了船长的位置 这一下 男主角 之前一直表现优秀的男主角 是 看了一下自己的队友 又送野 哎呦 还真送到了啊 不错 然后 哇 总导演乱军重重偷了一个力去 然后跑了 好现在的话 天灵方开始发现正面不太好打了 因为神灵的装备没有形成碾压 不是特别的给力 然后输出点的话 现在开始 不是特别的足够啊 DS的一个大招 配合 船长的一个三连 现在是秒不死人了 秒不死人的话 猛马又不能做一位先手英雄啊 猛马作为先手英雄的话 就 彻底没有稳的一个反先手了啊 因为猛马这个反先手 是绝对比船长的技能要更稳的啊 船长这个船的一个 命中率啊 还是 要稍微打点折扣的 所以的话 现在在秒不咬人的情况下 天灵方会显得有点乏力 神灵如果再去做一个BKB的话 我觉得 神灵做BKB有点瞎呀 虽然静位防控制很多 又有点灯 但是 也没办法 他这个时候 做输出装呢 自己不一定站得住 神灵这种英雄就这样的 没办法 你去怎么跟他出 出这种意见呢 或者是你怎么想呢 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25分钟之后吧 神灵25分钟之后 如果没有形成装备点压 就会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难的 只有靠你的队友给你创造输出空间 你自己的话 其实很难去 在出装啊 或者是什么思路方面去做改善 也要难 基本上也就是像这样的拿拿盾 可能有点用处 这还要被盾砸死 好惨 还要被洛杉砸晕 火箭可以关了呀 这波 这波不敢打了 这波 这回方是有刚正面能力的 还开了火箭打 没有出吸血啊哥哥 你这个火箭开得有点瞎呀 这怎么 要死 这下好带小精灵的晕晕住了 但是发脚又勾 直接勾死了 神灵你这在干嘛呀 我这是受看不了了 完了 这边的话DS也被描 这波军卫方要直接完胜了 魔马开了自己的BKB 但是完全打不出叔叔 大哥 直砍 这个死问 砍得好开心 一刀收掉魔马 飘过来再一刀 又收掉这边的船长 小精灵直接选择舞台TP 唉 神灵你没有出吸血 怎么会想到开火箭一直在那边打 打到那么低的一个血量 这个思路确实让我完全有点看不懂 你没有出吸血 这个时候 血量在50%以下就应该关火箭了 有意思吧 神灵跟这个大招玩了好久 我们总导演表示好开心 这个大招是让对面不停的出幻想 出来一个打掉一个 出来一个打掉一个 好的 我们的死问终于是迈上了 表思逆时高帅富的道路 这个英雄就是这么的全面 你把它当大哥打 他的战斗力是不用提 你把它当辅助打 他一样的能力非常的优秀 你把它当这个游走打 那就同样的也是能够有一番风采 所以的话这个英雄一旦发育起来 能够成为大哥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战斗力真的是 不是这个一个没装备的神灵能比的 神灵就是前期技能很强 强到让你有点绝望的那种感觉 跟这个白牛一样 非常非常的强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版本当中 会这两个人最火热 包括像小鱼人 小鱼人的话是一直很火热 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的这个节奏 就是前期 我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 你也没有装备 我也没装备 然后我能够利用自己的技能 先打出优势 然后呢 再去利用这个优势 去化为装备 化为等级 来形成碾压 这样的话后期就很好打了 这样的一个节奏 这个盾 又骗了对面一次 但是 并没有能够留住人 那这样的话 这个盾的话也就是交掉而已 像这样的一个 呃 违和节奏啊 就前期靠 技能优势 英雄属性啊 各方面的优势 打出装备等级点压 然后后期 再利用这样的一个优势 不断的扩大 去形成盛势 这样的一个 也是大九神 比较贯彻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无解肥的节奏吧 所以比较适应现在这个版本 也是适应这些强势的英雄 但是一旦你拿这种英雄 打不出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话 形成不了这样的一个装备等级的一个碾压的话 那你就是废掉了这个英雄啊 后期的话 那就不是你说了算了 好 所谓观察了一下 刚才BKB这波 自己的输出环境特别的好 所以的话 给自己直接补了一个封脸 一般这样的一个初中选择啊 都是你要在一波打完之后 有下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 如果你一波团的一个输出环境特别好的话 你可以继续补GPS哦 如果你一波团的输出环境不是特别好的话 作为一个主输出的英雄 你还是应该去尽量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个生存能力 我们看这边摩环的一个大非常的nice 船长三连 1秒 这三个进战 瞬间 斯文零死开了一个BKB 完了 这波这个BKB看瞎了 只能说天才方 这套combo真的是打得漂亮 而且 这场比赛打着打着摩环就要变成天才方的MVP了 这大招大的 简直精髓啊 一大三 对方三进战主力全部被打住 瞬间船长是毫无压力接个三连 这个二连 带走 这样的话 确实如 发条索一路稳交 至于第二路的话 应该按这个复活时间来说是不可交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由于这波完美团团combo吧 也是把这位方直接打打虾了 那这波怎么防守天才方似乎有一点点过于的冒进了 拿个塔 还要打一路吗 这路 是不是可以考虑放一放 好 暂时放了一下 这路再拿的话真的就有点难了 好 可能要被留人 但有人要跳踩 留了个DS DS最硬的 但是 直接一个 剪甲 剪到这边就六点甲 一个带了7瓦的DS来说 被剪到六点甲也是蛮惨的 好 直接秒掉 今天还是比较聪明 没有当面TP 总导演最次稍微有点拖大 当面TP 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好 魔法表示 就是你的大哥 既然是走这么一个路线的话 我要给你对刚 看上去应该是天堂之己了 下一件 神魔力量制服 然后 三滑天堂之己 直接跟对面死亡刚正面 还真可以 他现在已经有 200点的这个攻击力了 封领一开 还是很凶的 只恨自己敏键不够高 只恨自己敏键不够高 让这个萌霸打一个劣势路 然后 通过自己优异的表现 已经把自己打成大哥了 当然他也是因为 看到对面 诶 这一波是怎么想的 男主角给你主角集体松死吗 龙扬以注意力 这波是 选择了一波比翼双飞 殉情而死 发条哥 表示 我要当波主演 然后 队友们往前冲 我在后面还指挥你们 给你们打刺 精神上给你们基于支持 发条哥你抓紧时间啊 这波破中塔了 对面肯定要包了 对面要打一波 猛马 怎么说 要先手吗 村长 这个位置和小精灵是被踩了 森跳锤 躲开 好的 这波还算聪明 然后 魔马好像上去先收割了一个 收割了一个力血 大猿这个位置 被围晕 很危险 被小精灵给接死了 能力输出好高啊 这位置 魔马开了自己的BKB 任假又怎样 带你走 前来指挥的发条表示有点乏力 刚才这波的话 由于 清卫方的两手技能没有接到 一个是 大人要跳踩之后 踩中了 船长和小精灵 但是并没有踩中猛马 猛马一看形势来了 瞬间就上去先 找对面的特别输出 然后我们的 这要干嘛 这要入场吗 不好吧 找大哥 索问 也不好吧 索问直接看这条大 秒了 带你小精灵走 想杀我们成功吗 杀不掉 哎你怎么办 帕斯卡你怎么办 你往哪走 你这个装备你往哪走 直接被他给砸死了 好惨 因为不乱 大哥斯文 第二次一看好像不对啊 来你主角又上演了一次 迅情 赶紧走 后期 非常强势的空降组合 开始变成 定点送人头了呀 什么情况 有点搞笑的啊 真的有点搞笑 哦 斯文一击猴 力去给自己套兵甲 再配合 这个勇气新伤 40点古甲 让你杀我 现在他缺的就是个龙星 就是个龙星 五号位一定要像大敌哥一样出龙星 对吧 作为一个男人 一定要有钱 BKB这种东西无所谓了 CD太短了 不要了 OK 我们来看这边怎么打 哎 好像默默的黑了一把 不太好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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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位置隐身符想要杀人 但是想了半天没有出手 看到力去这么高的甲 虽然300点攻击 但是船长表示有点乏 这一刀下去要被抵到多少伤害啊 力去回家了吗 啊 力去回家了 这个 40点古甲套起来 七八十的伤害吧 要被抵 先锋挑战阵甲 就能量摇带 但是不够硬啊 水量不够多 哦 沉默开始出大剑了 这是要出引刀 40分钟了 神灵的BKB还没有出来 然后 小精灵 30分钟时间 30分钟有点夸张了 20分钟时间 没有 只跟神灵吧 退退 因为他大概 前20分钟时间 就已经有秘法梅肯了 就是前期英雄的法力啊 别死的话 也是感觉 十多分钟了吧 十多分钟就 更新了一个绿长 好 敬畏方默默的 大哥的装备 都已经准备好了 水晶剑 鱼人这边好像 也好久没更新了 但是他们还有一个 辅助输出沉默 来看一下萌马 散滑 其实我觉得 我也是 因为他这个 为了给自己授予力量 加的再高一些嘛 先锁散滑也可以啊 而且可以打一个残背 但是 其实刚正面来说啊 闪避护斧好像会比这个散滑 在团队当中作用更明显一点 来看一下下路这波的团战 沉默终于开始夹自己的C了 哎 神灵怎么回事 又杀沉默吗 女主角有点冲动啊 女主角看上了这个帅气的男人啊 历史上我们揭示了 但是大哥直接又秒了男主角 怎么说 三刀四刀 男主角再度殉情 Double Kill 上来留人 船长 历史这个大 船长好险 没有弹过来 但是怎么跑 点灯了 完了 这个船长走远了 引刀 引刀要怎么样 引刀要怎么样 你被点灯了这个 不要骗自己了 打野人疯狂的追上来 一脚踩 一脚踩 一刀 哎呦 跳了一下 好 当女主角 看上对面帅哥的时候 就是你们这边要崩盘的节奏 我们的女主角 神灵 对着这个沉默就是一顿A啊 你也太喜欢帅哥了吧 虽然人家确实高不帅 对吧 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 就是 你这冲上去 你让你的 男朋友啊 小精灵怎么办 神灵表示 男朋友就是个球啊 在高速光算父面前啊 在土旁面前 一切都是个球 这边拉了一下啊 还想进去偷盾偷奶道吗 总导演想多了 不过由于 鱼人的这个血量确实太低了啊 只能先暂逃一命 晕了一下沉默 这个位置一口没啃一口奶酪啊 好决定不交了 先送掉 问题不大 看一下这场比赛目前的人头对比情况 三十比三十七 嗯 依旧是我们的天灾网里山的七个人口 但是局势的话已经开始方向逆转了 大哥此温已经来到了尸杀 十五十 这边的话 船长九五十在啊 居然是船长最高 这是体现了船长这个英雄的一个全面的能力啊 虽然前期不是特别给力 后期还是很猛的 DNC又组了一个飞鞋 总导演还是横给力的 装备一直没有落下 但是男主和女主就已经不太行了 男主才十四级 男主都已经十七级了 你才十四级 这边感觉神灵打成了一个等级最低的 全场十九级 魔马也不用提二十级 天天王本来应该是承担大哥啊 无解肥 然后装备等级碾压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居然打成了一个十四级 然后装备落后 哎呀好尴尬 连力气等级都比他高 好像去吃饭了好像 他说他饭好了还真的去吃饭了啊 我以为他那局是打错了还是什么的啊 居然挂机去吃饭了 他自己被破一路啊 然后1.5路吧 上路的塔还掉了 然后下路面临对方五人攻击的情况下 小哥就得去吃饭了 这你真的是逗我啊 这位方4打5了 这 有点难 天天方不过天天方怂了 哎 魔马没有做天堂之戟啊 补了个对剑 移速啊 要自己的移动速度 也可以啊 其实对剑跟天堂之戟都还蛮适合他 我可能更喜欢天堂之戟 可以刚正面 然后这个萌把的话肯定觉得 有移动速度 可以多预回预回 也不错 看性格吧 其实有时候打多塔 很多时候都是跟性格有关系 所以有些人就适合用有些英雄啊 有些人就不适合 这都很正常 这是干嘛 4要分推吗 4要分推你们到处上去啊 总要有一路人先上去嘛 对吧 好下路 DS奖先给大 这波隔开了对面 因为对面正好都是短手叔叔 哎 魔马被沉没了 这波好尴尬 魔马先手被沉没 只能大一个沉没 还没有杀掉 这沉没他杀不掉 有点麻烦 这边地区一个大 斯文上来 怒钢正面吗 斯文怒钢正面 BKP开了之后 反正也没切死人 反正垂了一下 终于找到男主角了 大哥说我杀的就是你 红字一爆 841 哦 给地了 然后吃饭的发条也回来了 魔马怎么办 魔马这波刚才被沉没了呀 好尴尬 魔马的思路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 哎 这波大哥上去干完人之后 发现家里不对 赶紧回房 GP 哎 船长你还水刀 你还不走 有人点灯 完了 船长你又走不掉 哎 这船长太浪了 太浪了 大哥又是一刀 344 最后一下 带你走 怎么还有锤子呢 哎 这想多了 好像夺雕彩 想直接把自己给夺死了 刚才要是再坚持往上跑一跑 说不定能够 呵呵 被DS救一下 虽然说这个可能性很微乎其微 全都选择了买活 哎 刚才这波团应该说 魔马其实思路还是非常正确的啊 跳刀先找你沉没 对吧 推回来 大主推回来 秒掉 那这样的话 后续没有沉没的一个大招 技能还是比较好输出的 但是就在这么一瞬间 沉没选择了放大 而同时 我们的大哥 斯文 直接开了自己BKB 开了大进去 找对面刚正面 一波正面刚下来 双方血量掉的都不多 然后乱军从中 斯文发现了 男主角 干的就是你这个球 干的就是你这个球啊 结果我们的小精灵 惨遭阻守 后续的情况的话 基本上就落入了精卫方的掌握 毕竟斯文这个英雄 装备起来之后 哪怕没有大招 就是靠着自己 这样的一个本身的攻击力 还有暴击 以及他的这个建设 就足够了 空降骑兵又来了 这次男主角表示 我不要跟女主角再搭档嘛 我们两个不是正爱 然后跟总导演配合 杀了一下力取 猛马 换个夹腿 好像刚才猛马不是很解决问题啊 大破 刚才我觉得猛马如果是天堂之几的话 作用还是会大一点 一来刚正面多个闪避 二来他还有个脚械 我觉得 这只真的是看个人个性 那我觉得看看他这个散戒对剑 就算打 这个沉默都没打出多高的输出 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 这发条是 哦他可能是直接退了吗 还是开了一个共享 我以为刚才是他这个 及时出现 不过好像 似乎可能是队友操作的 没有于兵线方面啊 还是不太好 神灵还是15级 真是尴尬 大鱼人表示直接过来抓你 什么神灵在我大鱼人面前 看都不给看 其实你别说啊 大鱼人这个英雄真的是 因为有点灯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在啊 他不惧怕任何的 英雄 真的不惧怕任何的英雄 只要他的等级跟装备OK 管你什么 白牛也好啊 哈斯卡也好 都能杀 都能杀 这边双将游 直接开始开无尊人 然后天台帮选择三路分推 这次换将的上路主推 24级 下进装备 还要再出 羊刀的总导演 这个DS的装备 起的真的是猛 诶 这发条躲了一个很猥琐的位置啊 这个位置不错 看怎么出来了 暴露了 有人50分钟啊 装备也一直没更新 好的大哥 已经有一把 大炮了 输出足够 这波看一下怎么打 斯文上去换了一下 猛马 要上猛马一刀 1315 猛马好凶 哦猛马这边 直接被秒了 又是一刀 1320 这一刀直接是 暴死了的两个人 天三方 这一波 完全 刚不住了 大哥 斯文 挡不住的男人 让你明白 什么叫真男人 来 再来给我看一刀 红自流 啪 我去616 godlike 还可以杀啊 大哥别走啊 这大哥怎么犹豫了一下 Holy shit double kill 带走 这波团真的是 大哥太威武了 刚才直接先手猛马 猛马毫无作为 然后 在被砍了两刀之后 正好被大原人一脚踩 最后大哥一刀 砍在身上 还把后面的那个谁给暴死了 总导演好像是 好像是把总导演暴死了 啊 这里嘛 这真是真男人啊 这一刀上去太大干了 这种 这种局啊 这种肉搏局 全是近战的一个肉搏局 真的是 斯文表示完全不许啊 像怎么你来个拍拍怎么的我都不许 就是跟你刚刚正面 男人嘛就站着堆 倒了爬起来继续A 这才是男人 好 这时候哈斯卡在斯文面前完全是不能看啊 简直就是 三秒带走啊 在 真的 在这个 哦 又捕了另外强 强席 那既然真的三秒带走了 哎 大两个 但是大哥又来了 开大 23 1386 123 4 138 天天帮 再见 哈哈哈 只能说再见了 在大哥起来之后 这个 都不用10秒了 5秒之内 现在帮所有的假男人全部倒地 在三男人面前一切都是虚的 哎 看见个船长 一刀628 两刀三刀四刀还有一刀 这次是换了 陈墨拿上人 哦 对 陈墨拿上人 大哥 好不做做 扛塔 直砍 一波带你走 天天帮 虽然很想再做做挣扎 但是无奈 都是前期英雄 也不能说都是吧 这个 主力是前期英雄 男主角是前期英雄 对